接下來的這一組 第十五組 他們的團名叫做帝國歌劇團 那我想聽到團名可能很多人會馬上連接到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是在1996年那時候在Segar Satur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這個主機 大概就是跟PS初代、PlayStation初代差不多那個年代的遊戲主機 可是在SS上面的一個很經典的遊戲 它是一個戀愛養成的模擬戰略遊戲 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可是它兩個之間融合得非常非常好 叫做櫻花大戰 那櫻花大戰呢 這部作品其實當時為什麼有了很不一樣的一個人氣 其實是因為它當時在作品當中也融合了日本非常特有的一種表演形式 也就是寶種歌劇團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在這部作品當中呢 我們不只看到的是特色的角色 我們不只看到的是機人的戰鬥 我們也甚至看到歌舞的一個表演 就是這部作品一直到現在都是成為經典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星座也預計正在製作當中 大家可以一起來期待一下 而當然說到櫻花大戰 在我們的帝都 花組 這個翔摩英姬部隊呢 平常在舞台上面 是以帝國歌劇團的身份活躍於舞台上 在私底下保護著大家的一個安全 這是我們接下來我們的第十五組 帝國歌劇團 所要帶來的演出 現場會有高明熱情掌聲 來歡迎他們的表演 好開心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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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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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